收看本期小猪酱美食 昨天在老妈地里摘了一个小南瓜 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海鲜南瓜粽 这个头不要拿掉 切出一个盖 再把里面的南瓜纸挖空 把里面的肠子也挖掉 全部挖干净 我们再取一个蒸笼 盖上盖子就可以蒸了 蒸20分钟 好 现在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 时间到了20分钟 用筷子轻轻搓一下 好 暖了 好 现在我们把盖子盖回去 把它挪掉 在这南瓜的过程中 我已经准备好白玉菇 海鲜我用虾仁和鱿鱼 都提前已经处理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白玉菇跟海鲜 焯一下水 水开以后 水里加点色拉油 再加一点点盐 把白玉菇焯一下水 接下来我们把鱿鱼也加进去 和白玉菇一起焯一下 再把虾也加进去 鱿鱼也加进去 鱿鱼加进去煮开就可以捞出来了 捞出来过一下凉水 接下来我们炒一下海鲜料 锅中加油 爆香葱段和姜丝 爆香以后再把海鲜加进去炒 接下来调味料酒 生抽 生抽 来点蚝油 加一点点盐 再加一点白糖提鲜 翻拌均匀 我们再加一点清水 再加几个青豆里面 这青豆我之前已经煮熟过了 出锅前我们加点鸡筋 再来勾一个薄薄的芡汁 加点麻油 出锅前我们再加点盛醋 带点酸酸的 好了 做成这样海鲜汁就可以了 我们把做好的海鲜配料加进南瓜里面 特别的棒 好了 今天这道非常简单的海鲜南瓜中又好吃就完成了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请点关注和转发 我们下期